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帶你操作金拓科 我說我們45買進 它漲到90 翻倍 翻倍對不對 你把金拓科一半賣掉 你是不是把本錢拿回來了 你把本錢拿回來了之後 你的金拓科是不是立於不敗之地了 因為後面那些章數都是零成本的 有沒有 我還用金拓科跟你講過說 我每年帶你操作一次 你後面你的錢怎麼滾上來 還會滾得很快 我沒有跟你講過 有講過那一集嗎 有解釋過 對不對 歡迎好朋友來到國海大張夫 現場我們邀請到的是 永禪國際投骨陳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陳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老師今天今天的笑容特別灿爛 你看看後面那個愛心比成什麼樣 而這個愛心要比給誰呢 就是老師心中永遠的女神 秀蘭姐 秀蘭姐永遠最愛的 那本來第一位的 有沒有發現我還滿有眼光的 對啊 老師愛的都是你知道 世界之光啊 最優秀的台灣女性企業家 真的必須要用大家的愛心比出來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 對 對 徐秀蘭奪安永世界企業家大獎 對 冠軍喔 得冠軍喔 他是說打敗45國勁敵嘛 裡面可能就是又歐美的國家 對 對不對 中國都有喔 各個優秀國家 台灣首位獲獎企業家 而且是女性喔 對 或蔡總統 親自接見 對啊 很優秀 秀蘭姐 老師對妳的愛 你 人家講 講虛擬喔 對不對 你知道喔 如果是 妳的 妳是我的成粉 妳是 妳是 我的這個 會員 一直來 對 妳知道這一兩年 秀蘭姐 所帶領的公司 讓我們每年怎麼樣 都有錢賺 對不對 這個愛心必須要有給 對 必須比出來 所以 我想應該一定沒有分析師 會像我這樣喔 我們做股票做股票喔 他得不得講干我什麼事 但是我們魚有容焉啊 我們都很開心啊 為什麼干我什麼事 干我很大的事 因為他是陳蓋國 因為 有這樣優秀的企業家 因為有這樣優秀的企業家 我們才有錢賺嘛 對不對 因為他很認真的在經營企業 所以 我們代會員 曾經買過他的公司 也領過他的鼓勵 對不對 有時候我常講喔 我說獲利百分百喔 後面其實 是因為 這家公司 本身他具有怎麼樣 在這世界上具有競爭力 是 這個CEO 對 他本身 他的底氣要夠啊 他的心理素質要好嘛 因為我們說一個企業經典上 你幾十年走過來 有沒有經過 金融海嘯 起起伏伏 對不對 經過疫情 有 經過各種景氣蕭條的時候 是 可是他可以在這家公司 一路帶領這些公司怎麼樣 披荊斬棘 披荊斬棘啊 過關斬將啊 是啊 然後從小企業怎麼樣 一直併購併購 或者說一路一直研發創新 向上 然後變成一個大企業 具有競爭 所以環球晶現在在 全球的這一個什麼 矽晶圓的 地位 產業 有他的地位在嘛 對不對 沒錯 現在台積電要去美國 所以現在環球晶也要去美國設廠 而且他們是重金禮聘邀請他們去喔 對 給土地 為什麼要就近 要就近公有 供給這個 矽晶圓 矽晶圓嘛 給台積電 我有一集喔 是在廣播嗎 我曾經有講過 我說你不要看環球晶 看它股價很牛 因為我們 我記得是 我記得我們是從國劇 對 講到矽晶圓 先講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講秀蘭姐嘛 對 對啊 我說 就月十四十三十四 我說幾年前 幾年前的被動元件 對 我說我們台灣的被動元件 很多是因為之前日本不做了 因為它是低階的產品 對 所以我們台灣接起來做 嗯 可是你不要看說低階的東西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低階隨時想要都有 嗯哼 可是你有一天你突然發現說景氣突然衝出來的時候 對 你記不記得 嗯過去啊 我們最近才一直在講說 兩年前缺貨缺缺缺缺缺料的時候 你少一顆收音機IC 美國通用執行長跟 魏哲嘉講說 欸大哥 你知道我們喔 少那顆IC 少一顆收音機的IC 其實收音機的IC已經算很低階了 連少一顆收音機IC我整台車賣不出去喔 對 你懂嗎 懂 賣一台車舉例喔 對 假設賣一台車可以賺20萬塊 嗯 20萬 嗯 20萬台幣啦 不是20萬美金啦 好 假設賣一台車可以賺20萬的台幣 嗯 你知道一顆收音機IC才多少錢呢 嗯 搞不好就幾百塊而已 嗯 我因為一個幾百塊錢的零件 出不了貨 讓我賺不到20萬塊錢 嗯 好 你懂我意思嗎 懂 好 所以 經過這兩年很多企業都得到教訓了 啊 幾百塊的東西 多備一點啦 對不對 被固存現在變成 對 多備一點啦 是必須的 好不容易車坐出來對不對 不能因為差那一點 好不容易車坐出來 就遇到怎麼樣 整台船有沒有 卡塞港 不是塞港 整台船沉下去啊 你記不記得兩年前 這個德國出來的船 車上鑽滿了什麼 保時捷 有沒有 藍寶尖泥 車上鑽滿了超跑 整台船怎麼樣沉下去了 有沒有 那個損失 本來就已經夠缺貨了有沒有 然後 然後要運到歐美賣的 要運到美國的這個 整艘船 整艘船 裡面整艘船都超跑 沉下去了 哇 學上加雙 對不對 本來就已經等IC等不到了 對 就好不容易等到船要運出來 整艘船又給我 又給我沉下去 哇 嗯哼 好 所以那時候的國巨因為 那時候的國巨因為突然起來 對 你知道那一年國巨漲到1300 是 的前半年 環球金從70塊漲到多少 好像600塊 600塊 對 我記得好像600塊 五六百 你懂嗎 嗯嗯嗯 那你說那六七十塊那時候 早知道對不對 千金難買早知道啦 你有沒有發現這幾年 已經過五年了 是 六年了 環球金有給你看到100以下嗎 沒有 沒有 最慘最慘的 好像就200多 200多 都沒給你看到100以下 對不對 100沒讓你看到 200多後來到多少 其實就算去年遇到這個 大回檔也是到300 附近 有沒有 可是在那之前呢 到1900多塊 對 是不是 是 這就是 秀蘭姐姐的用心 護城河 護城河 因為她在世界上有舉足輕重 回過頭來講說 那一年的國具 炒到1300 為什麼 因為被動元件漲價缺貨 缺得很誇張 因為那時候連 這個 童子賢 華碩的 老闆 那個原始創始人 老闆是施從堂 他們當初的創始人 童子賢 現在是 這一個 何碩的董事長 金碩的董事長 童子賢有時候大家 科技大佬問他意見嘛 對不對 他就說就缺料啊 對不對 缺料 因為缺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是很便宜的 低階的東西耶 因為缺一顆被動元件 整臺筆電出不去 整臺筆電出不去 因為缺一顆被動元件 整臺筆電出不去 有沒有 因為一顆被動元件 整臺筆電出不去 因為一顆收音機 I7 整臺車出不去 對不對 因為少一顆 驅動IC 你的筆電 沒有面板可以用 因為面板要驅動IC 對不對 所以那段時間 宏基幹嘛 入股 入股 敦泰 敦泰從 二三十塊 股價也是飆到兩百 有沒有 就因為 那為什麼 宏基要入股敦泰 因為宏基的筆電 我要是沒有驅動IC 我沒有那個面板 我出不了貨 我的筆電賣不出去 所以 彭霜浪那時候就講說 對不對 之前 還要拜託人家 去球場拜託 對不對 求你來買我的面板 可是呢 後來 後來疫情那一年 對不對 去打高爾夫球 大家都趕快跑去 今天彭董去哪打高爾夫球 趕快去 拜託給我一點點面板 對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十年風水輪流轉 就是這個道理 好 你看一下我要講環球經 我給你繞一大圈 為什麼要繞一大圈 因為我要把歷史 我要把歷史 一個一個拿出來跟你講 是 你才會懂 對不對 我說以史為盡 可以 知心替 這不是我說啦 唐太宗說的 以人以同為盡 可以爭一關嘛 對不對 以人為盡可以怎麼樣 明得失嘛 那我們從國際講到環球經 各位 全球 你們現在看半導體 現在不景氣對不對 你知道現在所有的半導體 都要一片一片的矽晶圓嗎 是啊 對不對 必須 矽晶圓上面去打電路 然後切割成一小小顆IC對不對 對 矽晶圓 是 全球現在矽晶圓就掌握在幾間大腸手上 其中 秀蘭姐姐 對不對 我數給你聽嗎 好 十二寸環球晶嘛 對不對 還有台勝科 對不對 中美晶環球晶 中美晶是太陽能的 然後呢 合晶 合晶八寸比較多 現在也有十二寸 對不對 碳雷加晶算嗎 好 加晶是碳化系的 然後 之前要去併德國的四創 四創 還有這個Semco 對不對 我告訴你就這幾家 不是到處都有 其實就這幾家 如果有一天 你知道當年的國劇 你不要看非農業業價格炒那麼高 它產能沒有滿載 它明明有生產線 它明明有產能 它怎麼樣 它不給你開出來 不全開 它就不給你開 它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壟斷 控制被動原件的價格 給你炒翻天 對不對 因為供需供需嘛 你有需求 我在供應 我供給一直給你 那價格不會上來 對 跟股票一樣嘛 漲停板鎖死 有人賣 沒有人賣 那漲停就一直鎖死啊 有人賣一直丟出來 那漲停鎖死才不死 鎖不死嘛 所以就是供需嘛 這是經濟學嘛 去學經濟學嘛 來 那 那 我說 矽晶源現在是掌握在全球 就幾家廠嘛 我跟你講哪一天突然來個 突然景氣一個反轉 現在突然景氣 現在大家又很看單對不對 對 就不被料嘛 對 現在 你知道為什麼 環球晶手上會有長約 你知道為什麼嗎 現在不是 景氣很爛嗎 對 可是景氣很爛 很多客戶 還是要簽長約啊 怕他以後漲價嗎 對 哦 漲不漲價是一回事 為什麼要簽長約 簽長約的用意是 我要確保 我有源源不斷的貨 給我 不管 未來景氣好或不好 萬一景氣好起來 我不給你簽長約 到時候你不給我 我接了一個單 我沒料耶 我沒料 那我怎麼辦 做不了東西出不了貨 我出不了東西啊 人家iPhone每年都要 固定的啊 都要出新機啊 懂 這就是固定的業務啊 所以我要簽長約啊 懂 所以你看去年景氣那麼爛 環球晶有沒有長約 還有長約 這就是他的底氣嘛 懂 那為什麼這些要簽長約 因為不想要吃 五年前像缺被動元件 缺料的虧 懂了 懂嗎 明白 陳愛明就這樣啊 你不要給我抓到 你只要給我抓到一個機會 我鑽死你 你懂嗎 不然我每年拿那些錢 文化院一棟一棟 對不對 文化院一間一間只買 是要回饋股東門嗎 陳董是要 超想去做他鄰居的 我知道 看他每天在搞什麼鬼 每天在看一下誰進出 我們曾經我們有一個可愛的會員 現在變好朋友跟我講說 陳誠我一生我只監督你一人 監督 原來他說他現在已經完全不看其他分析師了 他要投一個分析師他就只看我 對不對 夜秀你知道我在講你嗎 有眼光 有眼光 最近同心電到150了 有沒有 150我們在一步照 對啊 他如果每天看節目的話 你應該 一生只監督我一人 對啊 我很想跟陳誠明講 我想跟陳誠明講說 我一生只監督你一個 真的真的 真正懂陳懂的人 只有陳誠老師 是啊 最懂陳懂的人 秀蘭姐我一生 也只愛幾位女生 只關注你一人 只關注你一人 好 所以恭喜秀蘭姐姐 那我們也了解了 所以 如果有一天 假設這些矽精圓廠 也給你這樣搞 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耶 對 真的 就是說現在 來 你不要像 你不要看現在合金 讓你覺得很不起眼 環球晶 骨架不動 你知道它是戰略物資耶 戰略物資耶 我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沒有矽精圓 你生產不了 你要超級電腦 出不了 出不了啊 對啊 因為台積電必須要靠 你的火箭 你現在沒有先進晶片 你怎麼發射出去 你怎麼控制 你的戰鬥機 現在這些都是靠 先進的半導體耶 對 那半導體的原料來自哪 矽精圓 矽精圓耶 是 沒有矽精圓是做不出這些東西耶 它是最上 你更不要想像華為的衛星手機 裡面一堆矽精圓啊 我說如果沒有矽精圓 那你什麼東西都沒有辦法出 什麼東西都沒有辦法出 也是這樣子喔 也是 長這樣 對 也是螺旋槳 是吧 螺旋槳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我們現在玩的那個四軸飛行器 就是那個樣嘛 所以它只是把卡通實現化了 對 華為 好厲害喔 令我非常尊敬的一個企業 你看到沒 所以你不要小看矽精圓喔 很重要 對 每次行情來的時候 矽精圓一定會長 是 那一樣現在沒人要啊 一樣現在沒人要嘛 你看它不長嘛 對不對 你看它沒有 那麼噴嘛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每次景氣來的時候 行情一來的時候 他們也都是會動啊 當然 對不對 可是 我現在跟你講 我現在就是利用秀蘭姐姐喔 這個拿到這個世界第一 對不對 跟各位講 買股票要買什麼 買數一數二 頂尖企業 頂尖人才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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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企業家大獎會頒給他 嗯 那你手上 是他經營的公司 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嗯 你懂意思嗎 懂 所以這 回過頭還是一個怎麼樣 跟著蜜蜂找花朵的概念嘛 懂 這樣你懂不懂 你懂嘛 嗯 也要解 好 嗯 來 來看今天的股票 講了這麼多 好 一檔一檔看 好啦 先來看這一檔 點到他就看他吧 這價差又差了多少 270對不對 270對不對 300 是不是繼續破底 是 是不是繼續破底 從314到270 對不對 當初叫你不要做機家 我也天天跟你追啊 為什麼 因為我要跟你印證 我講的準不準 老師的看法始終如一都沒改變 對不對 導播重播 8016 今天到279 27 麻煩你看一下好不好 297 投信昨天大買耶 你們都忘記了喔 投信在高點大買是在幹嘛 幫誰 幫誰出貨 幫隔壁的出貨連天性都知道了啊 所以我為什麼今天拿這個扇子 飛龍在天立見大人 到上九了齁 那上九 那再來咧 就要抗龍遊會 要再 沒有啦 那個飛龍在天是九五啦 對啊 然後那現在 再要上九就是抗龍遊會 老婆很多人還不懂錢掛 你幫我把錢掛貼出來 初九到上九再一次來 還是我要再解釋 把錢掛來解釋一次 全中華民國分業是沒有人會拿錢過來做股票的對不對 而且老師常常幫他負責喔 救我啊 救我啊 好 所以今天 哇 投信我來喔 追啊 追啊 你在追啊 對不對 追我的股票來 你追啊 你追看看啊 220你不買 300了你才要來追 那最好賺最安全的那一段你怎麼不來呢 然後呢 現在已經來到了 快要300了喔 你小心他變成下一隻技嘉 播完了齁 那是九月喔 九月十二號 是不是在這邊告訴你不要追了 沒錯 是不是 那時候ETF正夯 是不是 細創正夯 大家都在講的時候 老師卻告訴你 即便是我們自己的股票 老師也提醒你 我還用技嘉跟你做比喻 對 有沒有 技嘉在這邊 我叫你不要買技嘉 跟我買怎麼樣 細創 買細創 對 220 然後呢 現在細創在這邊了 我叫你不要做細創了 對 我跟你抄底 反過來 你不要的技嘉 我撿起來 對 對不對 是 是 不要說淹壁苦 不要說淹屁股 我就當他怎麼樣 雪中送炭吧 被你丟在路邊的怎麼樣 骨頭 他那時候被老鼠很可憐 就被你丟在路邊的骨頭 上面還有一塊肉 我撿起來 這一塊肉就這樣子 有沒有 到今天的技嘉 284囉 老師接的是什麼 260 266 昨天都有公開給大家看 今天到284 我撿起來快樂 有沒有看到 是啊 投信自己砍下去 投信又再買回來 投信自己買回來 是 有沒有看到 所以老師為什麼每天一直冒著生命威脅 跟你們講 所以這三天投信回來了 對 愛心比給他 不是幫我們抬轎嗎 對不對 不是幫我們抬轎嗎 是的 嗯 所以你要懂得啊 怎麼樣去 老師說雪中送炭也好 所以你 或者是 所以你現在看到我這一個月來 我從上個月到這個月來的節奏 嗯 你看到沒 嗯 我說我奉行人氣我取 是 對不對 雪中送炭 對 是真的就是如此 我們跟妳講說 做股票就跟做人一樣嘛 對 我說做股票就跟做人一樣啊 大家喜歡井上添花 嗯 對不對 有錢人大家喜歡去跟他做朋友啊 嗯 股價在這邊就是有錢人嘛 有沒有 嗯 我才講人人都會做的事 人人喜歡井上添花 你去做你賺不到錢 你相信沒 是 一再印證 一再印證 對不對 嗯 雪中送炭啊 上個禮拜 對不對 現在變成過街老鼠人人不要啦 嗯 偏偏我就喜歡雪中送炭 是啊 我來做我就賺了啊 道理很簡單嘛 嗯 那為什麼妳們不會 為什麼多數人不會 要反人性啊 為什麼不會 不容易 因為一般人就是喜歡井上添花 不愛雪中送炭 嗯 所以天公 天公疼傲人啊 這句話是真的 我就是傻啊 我就特別喜歡去幫助弱勢啊 嗯 我就特別喜歡去做人家不要的股票啊 嗯 對不對 人家不要的股票我去做 嗯 早上 晚上 有沒有分意再講 沒有 對不對 嗯 等到他在講的時候 嗯 嗯 對不對這兩個禮拜 你在講細創的時候 大家都又跑去雪中送炭 跑去井上添花了 對 所以AI老師之前就有講 不是AI不能做 而是你要看它的位階 當時的位階 370 380的位階 跟現在後來只有260的位階 你就要懂得 老師為什麼會說 有地開買直去買 要買在什麼 要買在第一檔的位置 然後雪中送炭進去 滴滴的買260 266買進去之後 今天到了284了 矽創 8016的細創呢 老師在300以上提醒你 不要再去追了 即便是自己的股票 老師也提醒你 不要再去追了 今天剩270 喔 你314跟270 這一張又是差了44塊 至少4萬 4萬多了吧 一張差4萬 是不是 老師都是講真話 講真話 那回來看陳概股 一檔一檔看 老師要先看誰 立志 6719的立志 電源管理IC 之前我們也露給大家看 我們在220 今天有到多少 252 對 之前220 今天有到252 有沒有 他默默的默默的低調的低調的 還有 景德嗎 老師 我們那天效應是不是講同心電跟景德 景德 來景德 3152 老師昨天還有給大家再看一次 那效應板 景德就在裡面 你昨天有沒有看 我們昨天效應板有沒有講到景德 有啊 有對不對 都露出來啦 昨天給你露掉 給你露了喔 口心電跟景德都露了 你可以印證了吧 是 是不是講在前面 我有跟你管大盤現在跌幾百點嗎 我有跟你講大盤跌幾百點嗎 你需要管大盤跌幾百點 你想通了沒 想不通很簡單啊 想不通就來跟我做 就這麼簡單啊 就只要看我們節目 一生只愛老師一人這樣 我昨天在中視 我這兩天中視 我就一直跟你講一個觀念 我在那邊再講一次 好 你再幫我把我們講這一段 昨天 或中視那一段 或中視那一段 把它剪出來放在精彩的片段 回顧 我說這個觀念 不會有投顧分析師告訴你 為什麼不會告訴你 因為他也不懂 所以他才會在你最高殺低 因為這個心法 大概只有我跟誰 對 焦師傅知道 陳太明知道 就只有這些大老闆知道 為什麼 華爾街有個分析師叫彼得鄰居 有的話幫我把彼得鄰居 放出來 寄下來 把他的照片貼出來 放出來 其實我講這些在我的股神養成班都有 是 你不要去省那個錢 我就跟你講不要省那個錢 我也不可能白白送你 說坦白 人家有小孩要養 大家都要過日子 大家都要過日子 是啦 我可以 老師可以自己賺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 我是不是常在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我自己有沒有說會費無所謂 對 真的 但是你們沒有辦法嗎 因為你們要有薪水 我們必須要過日子 對 我們還沒到 他常聽我這樣講啊 對 所以我現在是為誰在火 我現在為我團隊在火耶 團隊 我們是整個團隊 真的 我昨天是不是叫妳看妳的監獄火 嗯 妳沒有空就去看啊 每一個人都認為我來 你們很多人都認為說 投顧分析師來投顧就是要賺會費 對不對 那妳既然 妳既然是要賺錢 妳自己再賺 妳自己再加賺就好了 妳幹嘛還要來收會費 代表妳的股票不會賺錢嘛 妳自己不會操作 所以妳才來投顧收會費嘛 嗯 來騙人嘛 來騙會費嘛 嗯 對不對 我跟你講妳會有這種想法的人 就代表妳這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妳這個人活在世界上 妳對妳的職業也沒有使命感啊 嗯哼 我再講一次喔 嗯 妳會講這種話的人就代表 妳對妳的工作 嗯 妳沒有熱誠 妳對妳的工作 妳的工作妳就是拿來賺錢而已 妳對妳的工作一點社會責任都沒有 嗯哼 沒有使命感 嗯 妳眼睛看到的就是錢 妳對妳的工作 妳沒有把妳的工作當作是一個神聖的事情 嗯 妳有沒有看重 看重妳自己的工作 所以妳才會這樣來講嘛 嗯 講每一個投顧的分析師嘛 嗯 所以老師你在彼得林區當中看到了 彼得林區說 嗯 投資人在股市裡面喔 猴子設飛鏢 嗯 猴子設飛鏢 是 猴子設 猴子設飛鏢的績效 嗯 比如猴子設飛鏢射中哪一隻 嗯 就買哪一隻對不對 嗯 猴子設飛鏢的績效都比怎麼樣 分析師 都比華爾街的分析師 績效還要好 在大多頭的時候 嗯 大多頭的時候 對 我一直告訴妳說 妳要分辨一個分析師 妳要分辨一個人專不專業 不是在多頭的時候 沒錯 多頭的時候 對不對 華爾街投資大師 彼得林區說 猴子設飛鏢 績效都比分析師好 但正功夫的展現是在大空頭的時候 我說多頭的時候 妳怎麼讓妳追 妳都是短線套一下 妳立刻解套 所以不管什麼股票妳怎麼買 妳只要放得了幾天 妳都賺得到錢 因為很快就解套了 因為這就是大多頭 是 可是一個分析師的底氣 不是在大多頭 不是在指數一直大漲的時候 因為指數一大漲 所有類股都漲 擺花旗算買 請問妳幹嘛需要分析師 妳自己眼睛閉著買 妳都賺得到錢 所以彼得林區才會講說 猴子設飛鏢都會賺錢 他不是罵說妳我是猴子 因為他說那種行情是很簡單的 妳隨便選幾支股票 都會輪得到妳漲 妳只要可以多報個兩三天 因為大行情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大行情 不是類股起漲 對不對 不是類股起漲 妳就沒有辦法 閉著眼睛壓 閉著眼睛設飛鏢 隨便壓隨便中 沒有 這時候不是大行情的時候 靠的是什麼 靠專業 對 真實力 就是人人都可以買到 因為大多頭猴子飛鏢射下去 射他也不會賣 就那幾支一支報紙 分析師有假的 又買又賣又買又買 好像很厲害一樣 然後妳們也覺得說 每天一定要買來賣去 買來賣去妳才覺得 有存在感 妳有存在感 妳也才覺得妳有在繳會費 才繳的值得 買來賣去我告訴妳 買來賣去的交易成本很高 妳的手續費交易費 真的很棒 我就跟我建宗同學講 我說股票不要那麼頻繁交易 妳那麼頻繁操作 妳的獲利都被怎麼樣 證交稅吃掉了 所以就是我們政府聰明的地方啊 給妳證交稅減半妳就會頻繁交易啊 懂 對不對 懂 行情好的時候 我跟妳講了 行情好 我需要給妳結大盤嗎 不需要嗎 大家都知道 因為行情好 我給妳結大盤用什麼用 行情好 每個股票都會漲耶 百花其放嘛 就跟猴子社費 社費票一樣 妳隨便買妳都會賺嘛 所以請妳眼睛閉嘴去想說 2021年那一年 5月12號以前 妳是不是隨便買隨便賺 對 對不對 可是那一天 5月12號那天大盤大跌 1400點的時候 妳就不會做了 是 因為從那之後 不是每個股票都那麼容易做 好 從那之後 行情不好 不是每一支股票都會漲的時候 那我跟妳結大盤幹嘛 妳現在懂我意思嗎 行情好隨便買 個股都會漲 不需要我跟妳結大盤 行情不好的時候 不是每一支股票都在漲 那結大盤要幹嘛 妳懂我意思沒有 所以總結 總結我都一直在告訴妳說 看產業 妳們都要看妳個老師 結大盤結得很厲害 可是結那麼厲害 妳的股票有漲嗎 有漲嗎 有漲嗎 妳醒了沒有 懂了 妳如果我覺得我現在跟妳講這一篇很有道理 請妳分享給妳的朋友去看 不要再去看那些解大盤的節目了 綠色框框掃起來 綠色框框掃起來 分享 今天大盤不好耶 那為什麼勵志跟景德在漲 這叫個股 對不對 我的成概股今天不是每一檔都漲 那有幾檔就在漲 但是我成概股有幾檔今天也跌 但是沒有人家跌那麼深啊 對不對 妳看今天細創跌那麼深 跌那麼多 對不對 會員妳手上都是抱著我的成概股 妳就知道我們的股票是不是很抗跌 那這兩天勵志 前兩天漲同心電的時候勵志沒有在漲啊 妳有沒有哀笑 那今天的同心電沒在漲耶 今天換勵志耶 換景德耶 對不對 換勵志換景德 所以我要告訴妳說 不管妳是參加我哪個班 對 總是會漲到妳的 到時候就輪到妳漲 所以養一分進氣多一分福氣 不要追來追去的 股票從來就不是用追的 那今天我就告訴妳說 行情不好的時候 給妳講今天大盤怎樣怎樣 多人不好 那妳的股票不漲那有什麼用 所以重點不是在解大盤嘛 重點在於妳到底手上什麼樣的個股嗎 因為分析師給妳解大盤 跟妳的個股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啊 對啊 前一段時間是在漲富化ETF成分股的時候 AI一直在跌一直在跌 那解大盤有什麼用 解大盤就有辦法幫助妳的AI不跌嗎 所以從頭到尾都不是在解大盤 從頭到尾就是看產業 妳懂了沒有 懂 妳懂了沒 妳還有大盤今天網上跳空 然後怎樣怎樣 解大盤那去看台積電就好了 是不是 最近大盤鐵不就台積電一直走落嗎 那幹嘛要解大盤 做台積電就好了啊 不管妳大盤看多看空 那就台積電看多看空啊 妳說老師台積電不漲的時候 有時候大盤也漲 對 但是不常見 就是那段時間嘛 廣達AI那些有段漲的時候 台積電不怎麼漲 可是大盤還是有小漲 可是那只有小漲了啊 那就是因為那幾檔在漲啊 因為他們有全職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都不是這樣嘛 大部分都是台積電漲 那大盤才會漲 台積電跌 大盤才會跌啊 所以妳們幹嘛還要去看解大盤的節目呢 妳不是浪費妳的生命嗎 我已經把它講得這麼明了 妳搞懂沒 我講得很激動耶 我說為什麼這麼激動 我說這麼簡單的道理 可是很多 為什麼大家還不理解 不要說妳小白 妳小白不懂就算了 連投資老手都 還是有這個迷思啊 還是這樣 對 對不對 老師希望可以 所以妳有沒有發現 我的節目我都不解大盤的 妳現在知道了嗎 對 根本就不干我的事啊 妳去買300塊的戲創 妳還要看大盤嗎 對不對 我帶妳買220的戲創的時候 那大盤是怎樣 跟我有關係嗎 沒關係啊 會妳們都知道嘛 對 跟我做股票 我有在管間大盤漲害跌嗎 但是今天 昨天的費半道窮大跌 對 今天是不是開低 是 有低堪買 持續買 持續買啊 欸 妳不敢買我買啊 欸 不是嗎 老師今天買的是 沒有景德這麼低妳敢買 那妳今天不是10塊錢的嗎 那妳找盤入我敢買 欸 10塊妳怎麼概念 10塊錢就是1萬耶 價差 那200塊股票10塊錢1萬呢 那是5%欸 蛤蛤 是不是 所以這都會做不會做的差別啊 我想有幾個班妳 今天早上都有收到折訊對不對 特別有新會員剛進來有沒有 今天一開低 立刻就進場買進了啊 有動作 妳們看到美國大跌 妳就覺得大盤不好妳不敢做 但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啊 我只管我的成蓋股現在價格甜不甜 要不要今天要不要揮棒 今天要不要帶新會員揮棒 懂 就這樣啊 那我揮了啊 那妳有沒有跟上 我跟你講我 我不愛做當衝啦 不然我今天隨便 我隨便做一檔股票可能都會有 對不對 3塊5塊 讓妳賺啊 是 就跟那個黨立志一樣嘛 今天是不是來到250了 有 240 250 那也是1萬欸 所以妳不要看沒有行情 對不對 就是 短線有價差 就先做價差 對不對 我做不做 就差在我要不要做而已啊 我不做那我也沒差啊 因為至少我不會帶妳怎麼樣 亂追亂砍嘛 妳就看現在戲創就是啊 300以上每個分析師都給妳看好 長期節目都給妳講戲創的時候 我已經在給妳看什麼了 我已經在給妳看低軌衛星了 是 還在那邊戲創 我都講一個月妳還在那邊戲創 對不對 那妳的低軌衛星呢 聖達科 3491的聖達科 妳看到沒 這上個禮拜 妳有沒有看到 上個禮拜 被割了對不對 最夯的聖達科 低軌衛星我都講一個禮拜了呢 上禮拜就一直在 一個禮拜耶 禮拜一來 一來 對不對 就告訴大家 週末一定又有人講話了嘛 沖到170 我們會員喔 有人問我說老師 那170還可以買嗎 那妳都是要等到大家都知道了 請問妳是第一天做我會員嗎 妳有沒有看到170 一下又回到155了 很快喔 所以妳們現在很清楚對不對 妳看到這檔聖達科 會員妳就知道我的節奏了嘛 對不對 別人是不是跟著我屁股去追這一檔個股 有沒有 是不是他們來幫我們抬轎 真的 那現在咧 有追 當別人來追的時候 別的分野帶妳來跟著我屁股抬轎的時候 一張已經是1萬5耶 對啊 1萬5耶 170到今天的150 155 禮拜一它是不是就這個價格衝到170 是不是 禮拜一它是不是就這個價格衝到170 當天就到170 對不對 今天禮拜三嘛 對 沒錯 禮拜一是不是就這個價格衝上去 現在價格已經跌破禮拜一的價格了 禮拜一這樣衝 來 妳新會員妳來 我有叫妳去追嗎 追掌是我承蓋股沒錯啊 可是禮拜一這樣衝上去 妳禮拜天來入會的人 我有沒有叫妳禮拜一去跟著追 沒有 沒有啊 我讓妳禮拜一讓妳去追 妳一定傻眼啊 是不是 老師會告訴妳 就算妳是新進來妳錯過了它 我們還有下一檔 新的山頭邪照的標定 那我們就是怎麼樣 超前部署埋在起漲前 買好來等風起 絕對不是去追高 我們一個班妳來參加 一定有很早就上車的會員 一定有現在才來 現在才來 手上有的股票可能已經很多漲高了 我們不會讓妳上了 所以五檔 我不會讓妳一次做五檔 我可能還在做潛龍的股票 還在盤著的妳先買進 就是這樣 或者還在9394 還沒到95飛龍在天的 妳就還可以買進 而且老師會告訴妳買進的比 持那個比例多少 妳就趙老師乘數給妳 94或要再冤 對不對妳來的時候可能它正好是94 還是 那還可以 或要再冤 上去 那又下來 還可以啦 因為還沒有怎麼樣 還沒有飛龍在天 還沒有到飛龍在天 對 所以 股票節奏就是這樣 妳看 即使我自己的層蓋股 2207雙到300 我怎麼跟妳講不要做了 是 我都老實跟妳講啊 沒錯 可是別人不是啊 別人這檔技嘉可能250跟你講 講到380了還叫妳來繼續買它 繼續買它 妳怎麼買得下手 買下去眼睜睜的看到 陳辰老師說 這追高耶 對啊 任何反應逃命波 可是偏偏我又沒有選擇參加陳辰 我跑去參加上下左右的 照陳辰的講法 這一種是不能買的 怎麼這分析師還叫我買 那事後印證呢 那妳買下去 事後印證呢 妳買下去了 妳被套了 誰對誰 三個字 妳活該 我只能這樣講啊 嚴禁於此 老師都是一直以來講真話 希望保護大家提醒各位 細創220不跟我買 你現在套不要說300了 妳還套280以上的人 今天是270 送妳三個字 來找我 我本來想說自己來 來 綠色框框自己來 綠色框框掃起來 好 妳幹嘛捏了白冷汗是不是 對啊 我想說又要再講妳 我不要啦 自己來啦 昨天跟妳講AI 今天再跟妳講一次 AI醫療大勢降臨 台灣要建第二座神山 AI醫療 那我看一個產業 我會看它的成長率 那工業院現在有數據出來說 2021年到2026 其實這只有到2026啦 我認為到2026之後還是有啦 它的年複合成長是15.9 年複合成長是很高耶 如果是15.9 如果說年複合成長15.9 複合意思就是說來 15% 過一年再乘以15% 再過一年再乘以怎麼樣 就是1.15一直乘下去 幾年會一倍 大概4到5年就會一倍了 4到5年就會一倍了 就是這個成長率如果是15% 4到5年就會一倍了 為什麼簡單 有沒有知道有那個7.2 7.2去除以15就知道了 大概4到5年就會一倍了 來 一家公司如果它的成長率 4到5年會翻倍 那股票就不用說了 股票就更可怕了 股價就會更可怕了 這樣你懂嗎 那這個另外一個市調 市調公司這個Greenview Research 他說到2030年全球智慧醫療的市場規模 股會到達多少 3852 這邊2760 這家股是什麼樣 3852億 3852億是什麼概念 你乘以30 10兆 10兆台幣 年複合成長率是多少 12.8 成長性較大的是什麼 智慧監護設備與器材 跟醫學影像設備 那所以就是醫療啊 醫療 對 所以就是智慧醫療 懂 來 那我們台灣高齡化 速度可能更快 不只台灣 全球高齡化速度很快 全球 因為現在人越活越久 對不對 那我們國法會預估 2032年 離現在再多少 9年 對不對 對 再過9年65 65 65歲以上人口 將超過25% 自己裡面就有一個是老人 對 在9年 在9年我也60了 我也60了 也就快跨路 我還沒65了 台灣還要60了 你腳已經跨路了 就會超過25了 四個就有一個是老人 對 連我也65的話 搞不好30% 也有可能 三個就有一個 台灣三個就有一個 是老人 老年人口 65歲以上的老人 所以要需要更怎麼樣 高品質的醫療照護 是 所以導入智慧醫療 是必然的 這是未來的趨勢 是未來的趨勢 懂 這裡面我看到什麼 這裡面我就是看到 看這個數字跟這個數字 所以 如果 我們台灣哪一家的上市貴公司 它的營收 有一部分是跟這個 這家 這個智慧醫療相關的 而且它是很認真在做經營的 那它就有機會怎麼樣 這家公司未來就有機會 跟著這樣的一個商機 來成長 這就是怎麼樣 這就是護城河 你要去挑會成長的公司 你不用擔心股票被它套 你不用擔心股票被它套 你懂嗎 懂 我選股我看中這家公司 有沒有未來的成長性 公司要成長一定是 背後它的商品 它的技術 要走在未來的潮流當中 那各位你這樣懂了嗎 懂 懂齁 懂我用這個最後一個故事 我跟你做 今天的結尾嗎 結尾 好 我最近是把會員都拉到 我們一個會員群組裡面去 會員專屬群組 會員專屬群組 一直在問我問題 他很不好意思 因為他覺得我很忙 一直問 我還是很有耐心在回答他 我就說 我沒有大小眼 我沒有分你資金是幾十萬還是幾百萬幾千萬 我說除非你跟我 我說除非你讓我覺得 都已經來入會了 可是還怎麼樣 還沒有辦法拋棄舊觀念 那我可能就會跟你保持距離 OK 講不聽他沒辦法 講不聽我只好放手 我今天我要緊緊抓住你 對不對 可是你硬是要把我甩開 那我就只好放手了 懂 強摘的瓜不甜 是 那我還一度一直以為 因為它的貼圖就放大老鷹 那為什麼 因為他希望他的操作可以跟我們一樣 做大老鷹不要做麻雀 所以他用大頭貼來警惕他自己 不要亂操作 不要亂跟風 那我一直以為他是男生 因為放大老鷹 如果昨天這個直接LINE拿起來通話 是小姐 來 他給我看一堆持股 他自己原本之前買的 對 他說裡面的股票 其他 除了聯發科 其他你都可以幫我調整 我說為什麼 他說老師 我的聯發科我報很久了 我報很久了 我的聯發科 我的成本才200多塊 各位 麻煩你去看一下200多塊的聯發科 是在多久的時候 2454聯發科 聯發科在這兩年他曾經標到千元 從200 200 200是多久啊 好 如果最近的200 如果在新冠肺炎那時候的低是在300多耶 也沒有到200 所以還是更早囉 對 200多在這邊了 哇 所以他是長期持有 對 在這邊了 2018年 幾乎就是在 至少五年 環球晶那一波從六七十漲上來 國劇從100漲到1300 就是在這裡 在中美貿易戰那個時候 就是在這裡 來 我這兩天正好在講聯發科 對不對 我們在廣播講聯發科 因為 這個 我很榮幸 我讀建宗 剛好有兩位同學 我很榮幸 我們班第一名跟班長 曾經都帶過聯發科 有一個現在也在聯發科 一個現在也沒在聯發科 然後呢 上禮拜 他們找我出來吃鐵板燒 不是先去看豪宅看完再吃 那是上禮拜 對 上禮拜 那前兩天禮拜天 去吃鐵板燒 對就 就找我吃鐵板燒 因為他要送聯發科的月餅給我 我們班長要送聯發科的月餅給我 所以我就請他們去竹北一家 還滿高檔的鐵板燒吃飯 來 然後就開始在聊聯發科的風花雪月 聯發科在這幾年 你會發現股價都沒上來有沒有 這幾年的聯發科呢 活在 活在過去的成功 各位 這段時間是不是3G到3.5G到4G手機的時代 對不對 一直到這邊來開始5G進來了 對 5G進來了 聯發科就上來了 可是4G拖了一段時間對不對 那幾年的聯發科是停擺的 停擺的 這幾年聯發科 停擺 造成股價就是在這邊 就停在那 對不對 那為什麼停擺 停擺 這裡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這邊我就不方便在這邊講 如果你們要講哪一天 對不對 我們的會員 對不對 我就特別開一個 因為 因為這段時間 停擺的這段時間 可以拿來怎麼樣 就是可以拿來作為 企業經營的教案 一個實戰的人 企業經營的教案 那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今天拿到世界企業家大獎 是徐秀蘭 而不是蔡明介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呢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說 我們操作股票 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每天走好二十里路 很重要 我用南極探險隊的這個故事 告訴你每天走好二十里路 這個故事 心會員如果你們不知道 我們再找一集把它剪出來 對 再找它剪出來 我們都放到我們的精彩片段 因為這個太多 我想我這兩天 我的東西你好好學起來 非常多 好 你好好學起來 你好好跟它修個五年十年 你下半輩子非富即貴 就這麼簡單 好 它的成本在這邊 我們這邊是不是講 但願股長久 千里共富貴 千里共富貴 它現在就是 它今天就框靠這一張聯發科 我問你喔 各位聯發科這一兩年的配股多少 七萬塊 前兩年 前年是不是八萬九萬 對不對 這兩年都是七萬八萬 有沒有 百 兩百五好了 你的成本如果當初是在這邊 買在兩百五 你三年就配回來了 三年喔 因為我記得 去年的聯發科他承諾說 他每年要加發十六塊 我記得是要加發十六塊 他承諾未來三年 每年加發十六塊 所以那時候股票飆到一千二 對不對 好 如果你聯發科成本在這邊 25 25萬 每年給你配七萬 因為這兩年他獲利還不錯嘛 對不對 每年給你配七萬到八萬 你四年 四年就回 你四年就回本了 你就零成本了 你的聯發科零成本了 對 你的聯發科零成本 聯發科每年配的 你都是多的 對 你都是多的喔 對 因為你是零成本的嘛 沒錯 你是多的嘛 你這一檔聯發科 不管他跌還是漲 你的人生是不是利於不敗之跌 因為你零成本了 對 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帶你操作金拓科 我說我們45買進 他漲到90 翻倍 翻倍對不對 對 你把金拓科一半賣掉 對 你是不是把本錢拿回來了 沒錯 你把本錢拿回來的時候 你的金拓科是不是利於不敗之地了 因為你是零成本 因為後面那些張數都是零成本的 都是多的 有沒有 我還用金拓科跟你講過說 我每年帶你操作一次 你後面你的錢怎麼滾上來 會滾得很快 我們跟你講過 有講過那一集嘛 有解釋過 對不對 有 我們的精彩片段要拿出來重播 太多了 播不完啦 真的播不完 那些都是心法 是沒錯 你每天節目認真開學起來 來 我今天跟你講這個聯發科 各位你記不記得 我曾經跟你講過心權 我用同樣的例子 對 心權 心權在去年 是不是跌到33 可是你去看心權這幾年 大概都是有賺7塊的實力喔 賺7塊跌到33 一樣4年5年 你就回本了 如果公司每年跟你發5塊的話 你6年心權就回本了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買在30幾 你如果買在30幾 心權這一波是不是漲到70 一倍 對 是不是一倍又是一倍 是 一倍呢你沒有等到 心權今年跟你發股息 沒有關係 其實你從30幾 等到今年的70 其實中間也發股息了 心權也除過5塊了 也除過5塊了對不對 對 你都是賺的 一樣70 你賺一倍你把本金 拿回來 你賣掉一半 你把本金拿回來 你剩下心權的張數 是不是零成本 是 零成本每年還發5000給你 對 實際上就是發5萬 對 零成本外加上 你就這檔心權 你也是人生利於怎麼樣 不敗之敵 懂 你懂了嗎 懂 所以他不賣聯發科 他是對的 為什麼 他的成本 他成本這麼低 等於是零成本 他早就回本 對 他剩下這張聯發科 你就丟在那邊 他就自己一直 不管這個蔡董 有沒有要認真經營公司 反正我就是每年 對 我都領到鼓勵 對 我都領到幾萬塊鼓勵 是不是 沒錯 所以我昨天跟你講 但願股長久 千里共富貴 富貴 就是這個道理 有投顧分析師會跟你分享這個嗎 不會 可是這才是你真正 會賺到錢的心法 懂 為什麼投顧分析師 不跟你講這個 第一個 他不會 他自己的人生 也 他自己的人生都沒有 因為做股票讓自己賺到大錢 就是靠匯費騙來騙去的 他怎麼可能跟你講這個 原因之一是這個嗎 原因之二就是 他跟你講這個 你不會來入匯啊 因為你就是要賺快錢 因為他就是用短見叫你賺快錢的方式 不是來騙你來入匯啊 對不對 哪像我這麼老實 但願股長久 千里共富貴 你要不要 來先加來 來 就直接來好不好 然後記得今天節目要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如果是你愛的人 你重視的人 你在乎的人 分享今天節目 今天好多心法喔 今天節目真的很精彩 來記得分享喔 小老鼠H.I.H.888 那你想跟著老師一起來的話 來 電話撥通 從八月底到現在 就這幾檔 這算整個九月份 你都看到了嘛 ok 都有 要不要再給你停頓一下 再讓你複習一下 我們今天直接放在那裡 再讓你停頓複習一下 你看看技嘉都已經長到 好我最主要是跟各位講說 今天這檔還是不錯 是 還是可以再三頭斜照 來跟我買進布局 ok 今天大盤跌它也沒什麼跌啊 美國利空這麼大 還很穩喔 好來 那 這檔一樣今天也是很穩 還可以 今天很穩 先進製成的 然後 AI醫療不要錯過了 一樣好來 老師剛剛都幫你解釋了 它的整個基本面囉 所以想跟上的朋友 自己電話直接撥通了 好來 這會員說我的喔 一直被模仿 我從未被超越 這我要提醒你的喔 在這裡 水很深 風很大 沒有實力 少走他 好 然後最後呢 我說限量 對 投身專案對不對 很抱歉沒有了 結束了 滿啦 對 還沒到月底 滿了 對因為我是限量 很抱歉喔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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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個 這三倍 抱歉了 沒了 齁 你來 會騎加碼送 也沒有了 都沒了 都沒了 我 有人跟我說 老師你們現在 你們公司今年是在幹嘛 你們今 你們現在是永城超市 大放送嗎 每一個分析師都在怎麼樣 三倍送齁 很多分析師都搞一堆行銷專案對不對 大家搞 我偏偏不搞了 這不是菜市場買菜 這跟你的錢 跟你下半輩的幸福是息息相關的 是 我幹嘛跟其他人 搞得跟在菜市場買菜一樣 沒了 要來不來隨便你 沒了 我限量三倍送 沒了 結束 OK 你認同老師的心法操作理念 來你自己直接跟上 02542977 當然最重要的是這邊來 鄭先生感恩您 感謝您 那個 說到鄭先生很有趣 很有心 他真的好有心 參加我古城養成班 超感人 然後其實有資金實力的 一到上個月來參加我清代 抱著20張紅節課 很有本事 抱了一年多 黃節課這一段時間 9月初 對 不到120 他早就解套了 對不對 最近又在震盪 兩不宜心堅定 鄭先生你有本事 股票跟我這麼兩不宜心堅定 你以後一定會大富大貴 你放心好了 是 所以你的月餅我收到了 因為他不是只有送我一盒 他送我好幾盒 所以我們團隊每一個都有 他好用心喔 謝謝您 謝謝 比愛心給妳 謝謝 來 還有會員 然後 知道老師 乾貝 乾貝 烏魚子 我剛剛老師看到那個超級大顆 比我拳頭還大顆的鮑魚 比我的拳頭還大你知道嗎 這就是他的心意啊 鮑魚這麼大顆 對啊那個心意有多麼的大 感動耶 超感動耶 我聽說這叫什麼痛風餐對不對 這叫痛風餐喔 來啊我一直跟各位講喔 我們在千里共產 我們在但願能長久 千里共富貴啦 千里共產捐的時候 總是有人沒有辦法像我們這樣 是 因為其實坦白講 我們在投顧接觸很多有錢人 曾先生 張小姐 謝謝你們 手上都上千萬在操作 謝謝你們 我們都很有錢啦 我們環境現在都過得很好 不管你以前多苦 好不然我們以前多苦 我們都是因為不甘心過這個苦日子 所以我們一直怎麼樣 努力向上 往上 向上提升 向上提升嘛 努力工作 努力賺錢嘛 提升自己嘛 那我還是那句話喔 因為這社會上還是很多人喔 需要我們拉他一把 是 所以如果你的身邊 有需要拉一把的 雪中送炭還是什麼 不要吝嗇 不要吝嗇你的 手 手 伸出來吧 不要吝嗇不只是錢 對 把你的手伸出來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有心 不要吝嗇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愛 你的愛心 你的腦袋瓜裡的東西 對 比如說像現在 我覺得我用 我靠這一套 我在股票 對不對 我讓人生走到 現在這個階段 那我就把我的心法 分享出來給你 我無視的分享出來給你 問題是 你要不要接受 你認不認同 那是另外一回事喔 對不對 常常有人抱怨說 他這輩子生命中 沒有遇到貴人喔 那你要回過頭來想 不是你沒遇到貴人 是貴人 一直出現在你身邊 一直出現在你眼前 你不把他當貴人喔 所以這不是貴人的問題啊 這不是老天爺的問題 你也不要去抱怨老天爺 是老天爺把貴人 拿到你身邊 但你不珍惜 你還是不知道珍惜 對 對不對 曾經有一個笑話 水災淹水的 有一個人躲到 上帝啊 屋頂上對不對 上帝請你派人來救我 派人來救我 派人來救我 結果呢有一條船 經過了 欸 你要不來上船啊 沒有關係 我等上帝救我 我等上帝來救我 對不對 後來一艘船船過去了 水越淹來越淹死了 到了天堂 上帝你為什麼 這麼狠心 不派人來救我 上帝你為什麼不來救我 他說我已經派了三四艘船了 是你都不上船的 就這樣子 是 好嗎 好 所以 連手都伸出來了 希望可以幫你更多 這個月 只剩明天這一天了 所以 我們現在眼光不在明天了 第四季了 我們現在眼光在 第四季了 十月 十月初的營收公佈 會有個股噴出來 是 再到十月 十月中 十一月 到年底 還有第三季 十一月會有第三季季報 但是那不重要了 因為第三季報會跟著年底 還會有一波的集團大作帳 因為年底作帳比三六九 更重要 還要重要 趕快跟我來 第四季 好嗎 好好賺一個第四季的全內打 到年底 躍 到年底 快遷 枇下 回到 Nick